弟子归一解 总是 概述 弟子归原名迅蒙文 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玉秀所作 其内容采用《论语学儿篇》第六条 弟子归则孝 出则涕 谨而信 犯爱众而亲人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得文艺以三字一句 两句一韵编转而成 分为五个部分加以演述 具体列举出 为人子弟在家 出外 待人接物 求学 应有的礼仪与规范 特别讲求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 后今清朝甲存人修订改编 并改名为弟子归 是启蒙养正 教育子弟 敦伦敬奋 防邪存成 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 出则孝 这道路 nd awe 第二次 作的听幣 这道路 男与计计划